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对于主办方在奥运村不安装空调的决定 有部分国家代表团表示会自备空调参赛对抗炎热天气 而本台驻巴黎记者也就此一话题 同2024巴黎奥组委环保事务总监进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随着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的临近 奥运村不安装空调的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议 2024巴黎奥组委环保事务总监乔治纳格列农对记者表示 奥运村的建设采用了最新的技术 将会使用地热冷水循环的制冷系统 另外在建造时也选用了多种隔热的材料 足以应对炎热天气 预期让室内外实现6至10摄氏度的温差 同时还会配备电风扇 而对于多国奥运代表团以明确表示 将会自行携带空调参赛的决定 乔治纳格列农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主办方将会提供临时的空调设备租赁 并确保这些设备后续能够得到二次利用 并使用百分之百的可再生能源供电 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影响 他们的游客和套家装选择 第一集中有空调墙的 是一种新的制造型的项目 所以他们可能不达到 因为他们希望说 在制作水平安秽 因为被冲下降更新鲜的隔热 我们提供携带了 在装置相产空调部 来做产空谷家装 最后期的飲料 正在飲料中生产之后 对于空调问题 尽管巴黎奥组委 致力于环保的愿景是美好的 但从过去几年经验来看 巴黎奥运会期间的天气 恐怕会与四年前东京类似 维持高温高射的状态 这也不由引发了各方 对于运动员参赛状态和成绩的担忧 富凰卫视金梁末夜 巴黎报道